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在第一道菜 就先把这个炒面给它拉住 让大家对后面的菜更有期待 因为我们今天第一道菜 然后帅老师做的是一个鸡 然后我们就做这个红尊鱼的这个前菜去配合 等一下我们会放柠檬腌制 所以它的口感开胃 广东的清点鸡它的肉质比较嫩 等会儿焗的时候可能我的时间就是8分钟 所以我要选这个肉质相对嫩香的这个鸡 就你做什么菜选不同的原材料来做 好 放冰箱去醒去 我来我来先飞一飞牛干军 辣油是让它稍微脱水 让它先表面断身 我的每一步操作 都是让它保持清点鸡和鲜嫩多汁 而且它的香 不管是牛 非常有把握 到最小伙 我想做一个海泽里泽 炖一个土豆条 沿海地区比较常见的一个家常菜 这是海泽里泽 就是海泽里面的那层皮 海鲜里面最像肉类的 今天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大的是 这个海泽里泽是冻的 闻起来就特别新 我现在要想办法把这新味给处理 鸭细和鸡脚的一个调料 但是这是我用蜂蜜 换成土豆来做 前几期我做了一个蜂蜜 鸡脚和蜂蜜鸭细的这个 大家都很喜欢 我就临机一动 把这个菜品做成了蜂蜜洋溢的这个做法 因为它土豆水分太重了 通过油炸以后呢 能大量的把水分炸出来 它的口感刚好适合蜂蜜洋溢的这个口感 我看这次好像我们用来这个康巴赫的锅 来炸这个土豆对不对 这个不粘锅的这个功能 真的很方便这个 先着吃 孙老师 您这边大概还有多久啊 我现在开始焗十分钟 好嘞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卷好的鱼 通过冰了以后它更容易成型 我觉得我们这两个菜是非常搭的 它呢像一个小菜一样 是麻辣的 我这个呢菜呢 是一个半炖菜很家常 所以这样子两个搭配是非常棒的 好了没有 马上快了 多少时间 十分钟 我这高档吧这个海德 准备好准备好了啊 我这里还有大概三分钟 OK 我们自己腌制的泡菜 小红葱头 蜂蜜柠檬汁 然后里面放香草 奇亚籽 过客不是喜欢用爆汁吗 我这是个爆汁 你就正常把它炒匀就可以了 好 好盖子盖起来 盐 出盐 担心烫好了 我在里面放两百三十度的盐 我那坐到盐上 保证它在一路上就死下 来来来 好 走走走快 行为走 好 走了大哥 走走 走你 准备装盘了 一起上 哇 太美味了 加藏菜 再是土豆也要把它摆成那种吃不起的样子 给我点牛肉口 好 可以了 拜拜 上菜 还有鱼子酱呢 凉菜 牛甘军橘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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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红颜至尊 我们用到的是红尊鱼 那我们通过腌制 然后再加上低温 把这个鱼的口感做得非常非常就是绵密 直到嘴里就入口即化 再配合了一些有一点点脆的蔬菜 然后融合了这样一个菜 这是一道咸菜 对 帅助 这道菜叫牛甘军橘轻轻轻轻轻 哇 好吃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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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看成一個團體 要贏得我們好吃品鑑團 他們的小火苗 所以你們的品鑑至關重要 周斌先生已經吃完了 對不對 你可以先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帥爺,帥大廚 我的偶像 這個雞口味、味道漂亮 唯獨就是對它的這個大小 長得太大了 女士啊 他不方便那麼... 怎麼張大嘴的 挺方便的 不是 我們可能是例外的 我不同意這一點 青圓雞其實叫青圓麻雞 它的雞肉會偏厚一點點 因為它要保存它的那個雞汁部分 咬下去有雞汁 所以它一定要稍微偏大一點點 所以我不同意這一點 對,菊的過程當中呢 它雞是會不斷地出水 那如果雞切小塊的話 等它這個汁水都收掉的話 這個雞就老了 帥大廚 我覺得如果最後來把小蔥和香菜 嘩往裡一扔 青圓雞嘛 不是就要那個廣東那種 吃雞的感覺嗎 雖然您是,我是您這一組的 我還是要提出意見 菊這個做法的的確確是乾鍋的 是粵菜的 但是我這道做法是我自己給它有改良的 如果真的你直接拿生的雞去菊出來的話 我可以非常負責任地說 上來它一定會是柴的 柴的 會柴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尊重我們傳統菜 但是我們傳承不守舊 我們要用自己科學的手法 讓一道傳統的菜 讓它做得更好吃 讓它做得更好吃 我覺得這是我們人道而重遠的事 我需要做菜的標準 只有兩個字 要好吃 不斷地創新 好 謝謝 這是我們紅隊的兩位 現在有請我們藍隊的兩位主廚登場 大家好 歡迎郭廚 歡迎蘇廚 太動了 好嘞 蘇廚 給我們來介紹一下你們兩道菜的創意 我的簡單點 我的是這個是 他的名字叫還有土豆 還有土豆 還有系列又開始了 對 還有土豆 我給他取的 我的是這個還有土豆 做了一個上次 大家都喜歡吃的一個蜂蜜味道 上面我加了一個牛油果 還有培根的一個料 我又把它融合在一起了 太好吃了 培根 好吃 會不會你覺得 好好吃啊 謝謝 然後我的菜呢 菜名是他取的 叫什麼 因為我用了一個海澤 所以他就給我取了一個名字 因為海澤不是有毒嗎 毒 毒的可能是已經氣掉了 你知道嗎 那是 它像傘一樣的 我就給人取了一個名字 叫什麼 北傘傘 黃港港 吃了不會唐版版 絕對不會唐版版 這個菜品呢 是一個非常常見的一個海澤里吃燉土豆 就像西裝一樣 它裡面是有一層一 西裝那叫里子 那所以呢 這是海澤裡面的那層一 它也是所有海鮮當中 最像肉類的一種食材 從8月15號之後 溫度到了25度以上 海澤就冒出水面 然後就會特別多這種海澤里吃的出現 太好吃了 郭大廚這道就是我吃完了第一口之後 我有點想我媽 是非常家常 就是有一種家的味道 就感覺這個汁啊 就應該掰拌喇饅頭 啪 往裡扣 然後一撇 然後就碎嘴裡 就特別好吃 酥廚那個土豆 確實在極限的條件之下啊 就一個土豆 能做出讓你吃完天旋地鑽的感覺 我第一次吃到這種味道的 第一次從來沒見過 就是 甘果土豆 好好吃 天哪 我覺得我今天真的是完蛋了 跑這兒當放縱餐來了 哇 江松咀嚼是我第一次做 及時尚來說 它只要達到大家喜歡吃的這種口味 就行 這個菜品的特色是在把江頭一個處理 這個我的江頭不能拍 因為這個是全之道配方的問題 這道菜呢叫極限一百 做法是升級 用砂鍋來擊這個一 好好做啊 小伙子 加油 我會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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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今天我做的這道菜和郭廚做的這道菜 是我們是整個節目最後一期 所以說一定要拿出看家菜來 給他們拼一下 蝦 肉啊 這都是平時我們常用的食材 現在如果真的要做蝦的話 可以做幾十種蝦 幾百種蝦 但是難度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兩道菜要打配合 那你有信心 是最想要有信心嗎 沒信心就回家了呀 信心一定要有的 其實你知道我最大的強項是 是什麼呢 老爸 我的味蕾跟調味 橙汁 金橘 這是橙皮 蘋果醋 所有都是水果 但是我在江的時候呢 我放了一點點的松露粉 這松露粉就是一點點 絕對不能讓它的味蕾變濕度 變出來 甜的墊底 增加香味 又能氣出魚的一些腥味 這個菜我做了21年 一個餐廳一道菜能賣21年 讓人都是流連萬法 你說它值不值 你必須要搶在他們前面上啊 十分鐘也許也可以 我盡量好嗎 盤子來來來 準備盤子 平平的盤子 去抖衣的時候 讓它往抖不了 手套 手套要給人準備手套 加點生粉 醃製一下 給點油給我 一點點這樣生抽 現在我要炸 用到的是酥皮絲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濕式蝦球 外面包酥皮絲 把它包在那個蝦球外面 然後它就會像很多頭髮絲 就是很漂亮 金黃色 所以外面是脆的 裡面是軟的 這道蝦的靈魂 其實就是我剛才炒的這個醬汁 橙皮木 這個顏色可以吧 撒醋喝了 我這菜要趕時間 一定要熱 把花花草走 種上去 好 再弄一個 好 走 然後我們有請大廚登場 吃一道幫孟美琦做的蝦 哇 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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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醋蝦 幸福啊 太幸福了 這道菜呢叫金菊蜜椒蝦 剛才聽到孟美琦說 她想吃這個糖醋蝦 但糖醋蝦名字不好聽嘛 就做了個叫蜜椒蝦 其實呢 我裡面呢是放了金菊 金菊 對 有金菊的味道 但是還有加胡椒對不對 黑胡椒 黑胡椒 很香 它外面還有一小粒的 那是橙皮末 哦 它就是都是用水果來調味 因為這道菜是美琦現場點的 點完還現場真的製作出來了 美琦 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被大獅寵的感覺很好啊 就是被大獅寵的感覺很好啊 我吃完了這道菜之後 我都變得更甜了呢 哎呀 是不是有多麼幸福的事情 好不舒服 接下來讓我們有請大廚登場 歡迎行廚 哇 金絲蝦球 哇 這都能相死 我的天啊 我這個菜叫 千絲百香球 黃色的是 百香果 百香果 黑色的是那個黑醋汁 哦 然後下面這個也是可以汁 哦 哦 裡面應該有汁是可以拉絲 你早說啊 哈哈 讓我們繼續歡迎大廚登場 我們繼續歡迎大廚登場 歡迎蘇廚 哇 這時間一波哦 這個姨要有吃法 那邊不要亂動 這個姨 這道菜呢叫極限一百 這個姨我今天這個給人做個示法 這個姨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姨 這兒已經怎麼了 然後一下子就在掉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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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令人驚慨 舅舅 別發唬吧 舅舅怎麼了 擺不下來 他們擺下來 這個姨姨要多吃才能擺 哦 技術問題 技術問題 跟你沒關係 都沒關係 好 來繼續 請介紹 這是極限一擺 這是一擺 擺動了擺 這個姨的特點就是要 會擺 會擺 肉就往兩邊落 就跟下雨一樣 對 下雨一樣 它的口感 你看舅舅他沒耐心 下來了 我這個菜反正我已經說了 這個菜我賣了21年 反正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知道 低調了 真的好吃 是不是 太好吃了 好 接下來我們的最後一位大廚 也即將登場 讓我們有請郭哥 郭大廚 大廚登場 哎呦 這是他最最最最拿手的絕活 哦 就是這個 今天我們都拿絕活出來了 這是我重新改版的一個姜松橘肌 好 吃起來會比較有嚼勁 但是姜蓉還是原來的那個姜蓉 所以它是一個姜蓉肌的一種 另外一種版本 郭廚和蘇廚的這兩道呢 就是豐盛 在我眼裡就是這種大魚 大魚大肉 雖然這個魚很小 但是它也在我眼裡 也是大魚大肉的 吃起來是香的 是好吃的 我喜歡那個魚 對 極鮮一板 是的 其實那個魚關鍵問題是鮮 這是最重要的 我剛剛也喝了一口湯 不濃 不淡的那個味道 我個人很喜歡這魚 對 嗯 我這道菜叫做和牛飄香 這道菜其實蠻有意思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骨鞭肉是最好吃的嘛 我們用了低溫的方法 最大限度地鎖住了 它的那個蛋白質 所以那個肉就算全熟了 它也不會柴 大家吃起來的口感很嫩 十年老菜脯正金斯曼 現在的這種金斯曼呢 它多少都會有點土腥味 那麼你用什麼樣的手法 來處理它 這個就是完全好技巧 這個怎麼知道吧 這是潮汕的十年的老菜脯 這是蘿蔔乾 因為和麥是比較會膩一點嘛 但是菜脯它這個鹹味會 口腔當中會有味道的一個差異 會有鹹的來調味 而且這個金斯曼 你就不能蒸得它太怕 就是太爛 也不能太硬 但是吃上就有彈性 要吃出這個麥的香味 這個是要有有技法的 你還有多少時間 需要兩分鐘 好 兩分鐘 好 我們也兩分鐘 五花肉對你來說有難度吧 沒難度就挑戰 其實我 我現在做一個 銀杆和川味的一個 結合的菜品 脆口的五花肉 因為我覺得 見下菜單了嘛 其實年輕人相對會多一點 就是我想做一個 既然有口感 又有重口味的這個 菜品的一個結合 絕對百分之本人都喜歡 叔叔做的這個五花肉 是有點乾 他在做乾的我就做絲的 我就做一個蒸出來的 一蒸一炸 我想做一個 我小時候 我爸爸教我做的第一道菜 開鍋肉碗 開鍋肉碗呢 是個客家非裔菜 也是我從廚的一個起點的 一個菜品吧 其實我每次在做一些 比較有家鄉味道的時候吧 就是想為客家的一種 非裔的這個菜品來 拿到舞台上去展示 再拍 太好了 上次 走 接下來讓我們掌聲準備 有請大廚登場 有請帥大廚 行大廚 隊長菜來了 我的天 不客氣了 不客氣了 根本不會客氣了這個 好了 各位邊吃的時候 咱們也聽一下兩位大廚 對於這道菜的創意的解讀 我這道菜叫做和牛飄香 就像名字一樣 蓋子打開的一瞬間 大家應該可以聞到 很舒服的一種煙燻的味道 因為我們最後的時候 用了煙燻的方法 讓這個牛肉 增加那個口味上的層次的變化 好好吃 我就問一下 行廚這個牛肉 你現在吃幾層熟上來 這個牛肉 其實它是全熟 但是我給大家帶來的口感 其實是三分五分手的口感 哇 怎麼可以做到正 但是因為烹飪的方法和技巧 讓它吃起來像三五分的口感 而不是像那種燉提胖 它那種肉是柴的 它是有彈性的那種 所以這個很需要技術和技巧 OK OK 不錯的 好 有請沙大廚 我這道菜叫 十年老菜譜蒸金斯曼 我是先給它做了一個撈味 用到了鹹蛋黃 然後上面放了點 十年的這個老菜譜 老菜譜會有點鹹味 那麼正好就著這個曼吃 它會有一點點的橙皮味 那麼我會配了一個香絲醋 那麼我們先吃一口原味之後 我們再弄點這個醋吃 它的這個口味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好加上這個醋 我的天哪 好鮮哪 真的好好吃 好的 我們其他兩位大廚 已經準備就緒了 讓我們掌聲歡迎大廚登場 歡迎廚廚 歡迎郭廚 好 郭廚 加油 加油 這個冠軍 再煮食 習慣就好 這是我老家的一個開鍋肉丸 開鍋肉丸 哇 我的個老田野呀 來吧 好的 二位來給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菜的創意 我做了一個雲南的一個口味的一個 類似酥肉的一個口感 叫乾乾脆脆小酥肉 還有 還有 不不 還有配了 還有配了這個耳塊 這種五花肉的做法 還挺有意思啊 把它炸酥了 我覺得這個算小酥肉嗎 這個就感覺很特別 因為感覺我們吃的小酥肉就是很香 而且配著那個辣椒和這個 耳塊 耳塊 對 就感覺就不知道怎麼的 就變得清爽了起來 對於北方人而言 這樣吃挺有 就風情 沒被吃過 對 嗯 它是一種食材的組合 帶來不同的一個口感 是的 是的 好的 來 鍋主 我這個菜品呢叫開鍋肉丸 提到五花肉的時候我就想起 我在農村裡面 三年級的時候我就跟我爸做相處 然後那時候也不會炒菜 也不會做什麼 我爸就每天就叫我剁肉 然後剁肉做的第一個菜品 就是這個肉丸 這也是我們客家飛魚的一個美食 其實就是在這個 有什麼好日子的時候 一定會吃上這個肉丸 一道大菜 對 是一個大菜 吃完這四道菜 我覺得 暫時在我心裡面 可以畫下一個小小的句號 我覺得